Hello 大家好 她是Timmy 她是Emmy 是 今天做什麼? 今天不如說說我現在在家用的護膚品 好 一改都是 有喜歡又不喜歡的 也是部分的 全部都是自購的 不如我由卸妝告訴你 好 卸妝在家選了兩個我喜歡的 和你分享 好 不喜歡就不拿出來 首先是Kogendo的 乾度緣 這款是現時我最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溫和 清潔能力很強 所以我也喜歡 不如我們做一點示範 第二款我喜歡的 不是水 這次是一個落妝膏 這個是FIMAS 裡面是這樣的 打開它 然後裡面有個筆 打開它 裡面是個Balm 這一盒是我的第二盒 新開的 現在這個測試 先會用這個Kiss Me的 Eyeliner 在我手上寫一些東西 然後就用它的卸妝產品 去射一射看看是否真的這麼乾淨 現在就寫大吉大力 大吉大力 大吉大力 用這個乾原度的下水 現在乾了嗎? 要測試乾了嗎? 而且很難擦也擦不掉 然後我們用它 真的擦不掉 對 最好是打開才擦 打開才擦 然後擦 還有一點點空 有個印 再擦久一點 然後那邊 那邊試試塗一點Balm 這麼多? 好 好 試一下 這個就要推鬆它 這個擦了兩分鐘 現在就 就是這樣 大家看到嗎? 現在是 這個測試就可以證明到 它是適合探妝的 對 眼妝也是要用下眼的產品 如果你是很狠狠地畫 Eyeliner 這個產品對你來說 你就可能要用多一點時間 都還不可以 我們用回乾原度 乾原度就變成全面連眼都可以 但如果那個 真的面是可以的 因為我用過的 面一定可以 我想粉底是沒什麼問題 但因為對於這些這麼頑強的 Eyeliner Eyeliner 乾原度是比較出色的 全面一點 但我想說 Farmacy 其實這樣幾下都擦 是很好用的 但Farmacy是一個有機天然的品牌 好的地方 它有說 它全部是天然衍生出來的材料 沒有power band 沒有酒精 沒有色素 沒有動物測試 但留意 這個產品其實是韓國製造的 但絕對是OK的 但眼妝真的用眼唇卸妝的產品 對這個頑強的就不太適合了 好了 我們現在玩了兩個卸妝產品了 不如說說洗面膏、洗面奶 我就不特別說了 就說說爽膚水 我最近在用什麼 這個我在Facebook都有介紹過 這個就是Pixy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它的特點就是有Retinone 就是有胃A成份 所以它主要就是有保濕 而且會抹走角質層都做得不錯 通常我每晚才會用 而且抹出來都明顯看到棉花 都會有灰灰黃黃的髒東西都抹出來 聽聞用它的話就會減低黑頭粉刺 暗瘡的生長 但我自己就會晚上用多一點 但是懷孕的朋友和胃部母語的媽媽 就要小心用 這個我就上網買的 如果日頭我就會用Origin這一款 因為它就很清新 而且我覺得是很溫和 所以日頭我就會用棉花的 很甜 很甜 但整件事很fresh 另外這一枝 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他在日本北海道的時候買的 這個是Dota Silabo 我都用了這麼多 這個就是Dota Silabo 這一枝就是Dota Silabo的酸素化妝水 英文叫做Herboseum oxygen charge O2 給你試試看 我會用棉花灑下去 抹一下Emmy的手 感覺一下它舒不舒服清不清爽 這類型應該都是推銷的 味道怎麼樣 有些草本味 這些應該都是滋潤一點的 我感覺是 但是爽不爽 是 水 就是爽的 我覺得這個都保濕的 爽的 爽的 舒服的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這個肯定是我朋友 北海道買來給我做的手信 都幾舒服 我就不是日日用了 即久不適 又想轉一下味道 我就會拿這枝出來用一下 所以暫時都用了少半的 感覺都幾好 爽的 好啦 這個是久不久用 另外 我們最近有拍過日本的戰利品片 有人留意到我那個發妝袋裡面 有一支噴麵的水 這個品牌我不懂得讀 我不敢讀 這個是匈牙利王後水 我就不會推薦你們買 因為它是很貴的 它的確是做到保濕 還有這個瓶噴出來是很細緻的 很細緻的 是的 真的霧來的 它的瓶和噴嘴的設計是很好 但是我自己不建議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它很貴 所以我另外一個代替 但它好不好 保濕 我只是說到它是保濕 如果大家都想問一支是這些噴麵的Mist 我有另外一支 這支推介 比較相宜一點 雖然也不太便宜 雖然也不太便宜 那就是這個牌子的 Caudalie 如果是相對便宜一點的話 我自己會喜歡 Caudalie裡面這隻的黃頭水 為什麼我會是一套呢 因為我是上網買的 有時候它是一樣的價錢 但會買到這樣的套裝 這隻它特別之處是 你會看到是有水油分隔的 它上面那個是一個精油 噴嘴就沒有剛才那個做得那麼漂亮 不過也是很漂亮的了 它就噴上面這個很fetch 噴幾下 因為沒有什麼感覺的 好濃味啊 有心理準備啊 是不是很香香味啊 很香的精油味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精油的朋友 應該你會很喜歡 還有它真的會鎮靜到 還有保濕 它有些好像薄荷的成分 好厲害的薄荷 再多一下 要閉上眼 我喝了一點點眼而已 我現在有一點點辣 它的Mist也很細 當然也是那句 如果這個瓶噴 一定是這個 暫時來說 那麼多的品牌 噴嘴最漂亮的是它 但產品我覺得這個很好 這個我已經回購了 不知多少支 Caudalie的黃厚水了 說一下精華 精華 我有兩個 我真的正在用的 但我又不會特別介紹的 的而且確 這兩個就是Chanel的護膚品 這一個叫做Blue Cetup 其實是Chanel的肌底液 我都展示給大家 這一個就是美白精華 應該 這兩支其實都是我 一個Chanel朋友送給我的 對 他見我有時會做美容分享 他就忍不住 不如這樣 我覺得很好用 就買些東西送給我 又等我給他一些意見 等等 但我傷害了他 因為尤其是這支Blue Serum 我是用不喜歡你去形容 我只要他自己都不要再買 為什麼 因為沒有什麼功效 但美白的這個 老實實 我又不覺得他有美白 出到來 但他舒服和保濕 這個我也覺得OK 他都有可取之處 但肌底液那個瓶 對不起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這個 我會用完 用完 先 如果有朋友想問我 有什麼美白精華可以介紹 我手上就沒有一個瓶 但我想說 其實就是這個牌子 Asta Lip的美白精華 我覺得那期用完那支 真的有美白度 我都蠻喜歡這個牌子 有乾窄的 不是白得利是啞身 我覺得是白得利 有乾窄那種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那個我會再買 給大家做個參考 接下來就說一些Cream的東西 那這一期我就很勤力用一些 Bread Friday買下的東西了 Cream來講 我現在就用這隻 Animis Pro Collagen Marine Cream 有SPF 30的 我喜歡它 因為它就很輕 很水潤 還有它有防曬 就適合我這些 出門口要快靜靜 就不會再加防曬 那它 好用的 因為我覺得很水狀 很輕身的 很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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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的 那當然如果你是大乾肌的話 就真的有不夠的 這隻 是 這個Day Cream而已 是啊 它還有PA3個加的 是啊 那這個就 我還有抗粥的 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多少mL都有 這個我都有50mL的 所以呢 我有兩瓶 那我用這個 也會再用這一瓶 那上次我順便買一個Light Cream 那你會看到它有兩個瓶 好像在裡面那樣的 那這個呢 那個名字就叫 Enemis Biotech Skin Energizing Light Cream 那它就很有趣的 又是一些抗碎老的晚霜 現在都很流行的 一噴一下就兩邊混合 對 兩邊混合 對 好你又試一下 那你會看到一邊是Cream狀 一邊是啫喱狀的 嗯 對 一噴一下就會出兩種 是 產品出來 對 那這個呢 其實都好用的 但如果你問我呢 這個就厚一點 厚一點 真的Light Cream 那你說 會不會回購這個呢 我就反而不會了 那如果我要再買Enemis牌子的東西 都會買回剛才的黃牌 Marine Cream Light Cream 我會想試它的晚霜多一點 那它有什麼不好啊 你不再用它 嗯 我講不出它有什麼 很特別的東西 但它又不是說不好用的 嗯 對 所以就 我寧願想試它們公司其他東西 好啊 那這個牌子是Light Cream 那我就 那我就 覺得呢 希望它就用一點 所以我就 特意開了 那這個呢 單買呢 平時都很貴的 嗯 這個product是 匈牙利的產品來的 你聞一下這個味道先 是舒服的 這個cream呢 你會看到它是比較稠和黃的 嗯 這個味道是很好的 我覺得很放鬆的 你聞不聞到有什麼材料在這裡 嗯 有陣 有陣 對 對 對 它有一個很強的 乳木果的香味 嗯 所以這個呢 我就開買了 變成如果是 很乾 很乾 乾燥的天氣 我就會拿這個來用 如果沒有什麼的 又要快 我又會 塗這個 嗯 另外呢 我就有試這個牌子的東西 都試完了 用完了 叫高菲登MD 就是分別在用中 即是這隻用完了 這個是day cream 嗯 另外呢 這個呢 就是Skin的 balancing mask 看不看到 這個已經一滴都沒有了 你用完了 對 證明我真的喜歡用 這個 不過呢 就不適合太乾肌和冬天用的 嗯 是夏天 比較中性混合性就很好 我覺得 因為它做到平均膚色 嗯 這個是真的做到的 不是 它是白色 但是會甚至到你的臉膚色 這個是做到這個功效的 那另外呢 這隻Mask呢 我都快用完了 就是這個 Skin Balancing Mask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覺得很適合日常使用的 要快的 因為它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嗯 用完呢 臉都會有輕微 輕微紅溶了 的感覺 就好像 精神一點 一些膚色 那這個就快 我當作急救Mask這樣用 嗯 這個也是草本Base的 它是 它的成分很漂亮 其實是醫生牌子來的 因為它是 那我就在Couch Beauty買的 好 好 那這個磨砂呢 我其實都要用很多隻的 那我不如 我都再講一下這一隻 我很喜歡的啦 Olivella的磨砂 它也可以當Mask這樣用的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Miracle Balm 嗯 那這個呢 其實我都差不多用完 但不捨一擋 因為它是很強烈的 嗯 蒸油味的 是 是啦 很強的蒸油味 尤其是我喜歡的那隻 油加利味呢 是很強的 可能有些朋友仔不喜歡 因為有些像藥油味的 嗯 還有這個牌子是很天然 很漂亮的成分 是啦 那這個牌子 我也有用過幾個產品都滿意的 嗯 聞到嗎 是啊 對呀 那也是適合一些敏感性 我覺得乾肌和敏感肌的人都用到 嗯 對啦 那好啦 那另外就不如說一下那些Mask 我都喜歡敷一些Cream狀的Mask 今天呢 主力講一些清潔的 好 對啦 講了一些不太喜歡的先啦 講真的 但我仍然都會勤力去用的 這一隻呢 就是Bear Minivolous的 Dirty Detox Dirty Detox的Mask 那這個我就一般喜歡啦 因為我覺得它的清潔能力呢 就不是很 我覺得 嗯 我覺得 或者適合一些好十幾二十歲頭的 那些會適合用 嗯 是啦 即是輕力一點的 溫和一點的一個 是 就是不是很強烈的清潔 是 因為有時候我又要強烈 強得來 清潔得來又要滋潤 嗯 那這個就未必做得到 它就是清潔了 就不滋潤 是 是 嗯 嗯 好 對啦 另外呢我也有試Esox 這一隻呢 都是一些清潔Mask 嗯 看到嗎大家 都是清潔Mask 來的 好了我都給你聞一下那個味道 這個是泥的 是呀 全部都是泥的 今天介紹的 這些是Mask Mask 這些呢 都是泥的 好 你聞完這個 質都比較一下味道 那這個香一點 是呀 這個就是綠色 這個沒有什麼味 綠色的那些 就是那些 大家看到嗎 這個好像以前那些布基 是呀 這個就是這樣的 就是Cream的 下面的就很泥 上面就 Esox的就很Cream 所以一推就未必很見到顏色的 嗯 它們很似的 功力 都是很溫和的 嗯 嗯 我自己就 一般 不過如果真的要我二選一的話 我就選Esox 起碼用得來會輕鬆一點 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的 說真的 這些要快點蓋上蓋 因為會乾的 是呀 如果是清潔的泥Mask 我第一位最喜歡就是 都是這個牌子的 是的 它的名字就叫做 Ultra Mode Mud Mask 是的 另外呢 我都喜歡Gram Glow這個 我們叫白泥 白泥 當然它不是白色的 但是是白罐這個 白泥 這兩個都好用的 當然啦 如果計算那個 強力的程度 我覺得這個真的厲害 但我覺得Gram Glow太厲害了 所以我是不喜歡用黑泥的 好 很不喜歡黑泥 但白色這個是OK的 說真的 所以如果你說 我真的要很乾淨 或者比較油 多黑頭粉刺 真的這個 我覺得會好一點 但如果你說 又未至於這樣 但又想做一些深層清潔 去一下面部的殘餘物 化妝品 那些 我覺得這個就會好一點 清潔得來 它會有滋潤的 是的 但兩個都推介 另外都說說另一個產品 當時呢 我也是 這個Savages的袋裡面 第二樣最想要的產品 就是這個 就叫做 Tata Harper 的產品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想試呢 因為這個品牌的品牌 又是Claim成分很漂亮 很天然等等 還有它又是跟我O字頭的品牌 一樣是這麼貴的 那這個呢 其實它就說是一個 是我的 Moisturizer 來的 但是就幫個面 就會帶來一些 乾窄乾彩 那樣的 還有它最特別之處 除了成分很漂亮之外 它是用鑽石 磨碎了一些粉末 製衣一支產品 所以裡面是有鑽石的 是的 那當然了 不會跨面的放心 那我就很期待了 好了 那Amy真的要給你試 好 你要聞它的味道 還有看它的 美不美 我看它的成分表裡面 鑽石在哪裡 好 先聞到那個味道 真心你喜不喜歡 好人做 我反而覺得這股味 好人做是嗎 嗯 它不是變壞的 絕對不是變壞 但我自己覺得它 人工感覺有 而且有些古怪 我覺得 很奇怪 它好像呢 那些梳打橙汁 喝完淨了 在杯子裡 你聞到杯子的那股味 還有呢 大家見不見到呢 它是很紅的 是帶紅色 見不見到 是啊 它是一些梳打類飲品 喝完之後 留在杯子裡 那股味 就是杯子會馬上洗 那股味 看看顏色 是不是很 你說吧 是不是金 都很深色 它是很紅的 很金啡色 嗯 是吧 外國人膚色 這個 推完到手裡 看 乾窄它是有的 但我想說 我用了好幾次 我很想去喜歡它 但是呢 它會令到我臉 我已經不是說很白正的 它會再令我臉 好像沉了一兩度 嗯 那種沉得來呢 是啡的 嗯 啡得來有一點點亮 那所以呢 我真的 它的成份 真的有diamond powder 在裡面 好啊 我看過它的影片 它真的用鑽石去磨粉 是啊 所以呢 但是 它最大筆的 是 味道我都算了 但是 顏色上面 就很啡 我覺得 很啡紅 嗯 嗯 那終於呢 這個就 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啊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很期望的 產品來的 是啊 那現在好了 我久不久都會試一點點 試一點點 這樣 對啦 因為它顏色那裡很大問題 嗯 但是這個沒有顏色選擇的 沒有的沒有的 它不是粉底類 不是什麼 它其實呢 原本的用意就是 好像樓尾那樣 多個滋潤的 護膚膏 嗯 但是會給你光澤 嗯 那變成你可以不用化妝的 如果你不是問題很多的話 那什麼 這個呢 都很多人不喜歡的 Tinder Moisturizer 那樣的 它就是有 有顏色選的 那重點就是有防曬 是 好讓你試一下才有 好 這個是 拿來做什麼 這個呢 其實呢 就有些不想化妝的日子 但是有 想一些氣色好一點 是 還有防曬 我就選了靈異Light的顏色 是 那這個我記得 我買回來都要 外國頂回來都要六百多元 嗯 但是它有大支的 40ml的 嗯 那你覺得這個顏色漂亮不漂亮啊 沒有什麼顏色 沒有什麼顏色啊 是啊 沒有什麼顏色都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呢 有一個問題是 它好像令到臉不太自然 是啊 沒有顏色 是啊 我都試過很多 類似CC cream啊 Tinder Moisturizer 它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會 有些自然的乾燥 但是這個我覺得 總是覺得有些少少 不是很漂亮 是啊 所以這個呢 其實我買了都 都一些時間的 但是很少用 就是這個原因 是啊 不過又這麼說 如果我的皮膚好像 有些少少狀況的話 我都會用它的 因為我相信它是拿揹 就是希望 會不會對皮膚都 有少少改善啊 這樣 嗯 這個我本人 不是很推介了 最後呢 今天講的產品 就是一個Skin Care的產品 大家看到嗎 我點了蠟燭很久呢 嗯 其實這一個是Skin Care的產品 來的 我現在把蠟燭燭開 好 這個呢 叫Intensitive skin treatment candle 所以可以點之餘 其實也可以做護膚 剛剛趁熄了 還有些煙 其實呢 你有沒有看到呢 這裡有一個斜的嘴 我們可以倒在皮膚上 喔很熱的 我先試一下 我試過的了 不用怕 我拿走了 你這樣繞著 你就捉均勻就可以了 好害怕的 不啊上面 上面還有少許火 不怕 少許 我沒怕 捉一下 其實是一個護膚品來的 是一個護膚油來的 這樣呢 有些人會塗在這些 我想說 塗出來是比點香的 對點是沒什麼味道 點不要買這個 就塗在一些很乾的皮膚上 所以你不要買它來塗 你浪費的 因為它沒有香味的 但現在這樣擦開就很香 通常這個產品 就適合你睡前 就點一下 可能有少少香味 但重點就是 這樣做完護膚療程 就去睡覺 我猜如果擦腳跟位 因為它有蠟 可能是大豆蠟 我猜 還有香薰成份 我覺得它的收護都做得很好 而且這些蠟 最好是做什麼 推指甲邊 我現在就這樣拿 一點都不熱 推指圓油 代替指圓油 對 代替到的 按摩 指甲就會生得健康些 所以這個產品我都覺得幾好 這個盒子的包裝是很漂亮的 是這樣 這樣進入蠟燭 所以如果是送給一些 龜蜜 或者媽媽級 我猜收到都會喜歡 因為它可以做到護膚 對 對 現在皮馬上滋潤了 對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大家記得如果喜歡的話 給個like share給你的朋友 subscribe 還有按下 subscribe旁邊的小鈴 有新片它會提醒你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